今天經濟部的官員跟美國貿易代表署的代表在裡面談TIFA 美國必須要這種手段掌握他的技術掌握他在世界分工貿易上面的強國的地位 那未來如果開放收入金額美足進來勢必是更便宜的美國足夠進來那一定會非常強烈的去衝擊台灣足夠市場 無故人民權益不該進行談判 無故人民權益 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說他今天談了某些某些項目他只是講個出列大項而已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知道他到底談的項目是什麼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實際上要進入的進度是什麼 那為什麼有這樣表出來 因為台灣有歷史 TIFA是有歷史的 甚至美國對台灣的施壓是有歷史的 如果這歷史不能拿出來爬書甚至進行檢查和評估的話 我們沒有資格進行談判 如果過去美國施壓對於我們所造成的任何的影響 沒有進行過內部的評估 沒有重新梳理說台灣今天人民要的是什麼 受僱階層要的是什麼 那我們怎麼去跟美國談判呢 那你談判基於的利益是誰的利益 是人民的利益是受僱階層的利益 還是資本家的利益 是國內資本家的利益 還是外國資本家的利益 這些東西都不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整理這四大項 而這四大項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看出來一個有趣的東西 在前兩項剛剛提到的藥品牠著作權裡面 那個叫做保護 保護什麼 保護外商藥廠他的權益 保護他的專利不會受到侵害 甚至他可以壟斷市場的權利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一個叫貴 這所連結到的 不管是資料的專屬權 或是現在未來 美國不管是透過TPP也好 不管是透過各個 聯合的貿易談判的平台上面 他都不斷取到專利連結 也就是說今天藥品的上市 不是單單從藥市法來管 還要通過專利權 你的藥品如果上市 裡面涉及到其他的品項專利的話 拍誰你可能不能上市 是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今天國際藥廠 外商藥廠 他如果大規模的去申請專利 用專利訴訟的方式 去禁止你學民藥的上市 去禁止你新藥的上市 這就是壟斷 而壟斷得到的結果就叫做貴 還有一個延長專利期 從過去五年 他希望台灣延到十年 是現在希望嗎 拍誰不只是現在 從過去來TIVA談判的平台 以至於到現在TPP的談判架構 都不斷的要求延長專利期 也就是TPP裡面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藥品完全壟斷在外商藥廠的手上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想要說藥品的價格是多少 而如果藥品價格大幅度提高的話 那對於台灣的健保體系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沒有評估 抱歉 第二個剛剛講著作權 一樣要保護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外商藥廠 或是以美國來講 著作權掌握他們的手上 所以這邊寫叫邊垂 在這樣的貿易談判過程當中 這個對等性在哪邊 一個在著作權也好 在專利上面 比較發展的國家 他透過不斷不斷的保護 然後去壟斷 去建立他的壟斷地位 然後形成的是其他國家 越來越相對的邊垂 所以過去 透過特別301條款對台灣施壓 要求我們的著作權法 從著作權人終身加30年的 著作權的保存的年限 變成著著作權人終身加50年 而現在是什麼 著作權人終身再加70年 我請問 我們當然要保障著作權人他的著作權 但是我們問這是合理的保障範圍嗎 而這樣保障範圍如果沒有界定一個合理範圍 不斷不斷的予以擴大的話 那請問會不會產生一個知識閉鎖的負面外負性的問題 再來 今天我要談的是電信 電信過去 叫做開放私人資本持有固網 透過電信三法 我隨便在經文稿裡面有舉例 2004年的時候 美國那時候就不斷的要求 在TIFA談判前就要求我們國內 進行電信的開放 而馬上在該年的9月 台灣就提出一個叫做開放固網的申請 也就是說你可以去連結一件事情 所謂的開放固網申請 開放電信化 電信的自由化 其實後面連結到可能是美國的壓力 而那個美國壓力後來形成在台灣呈現的是什麼 NCC被迫要成立了 為什麼 因為不斷不斷自由化 電信三法制定了以後 電信局被瓦解了 被瓦解之後需要有一個機構來管制這個市場的狀況 但問題是這已經是建立市場化的第一步 你既然開放了固網申請 既然開放私人資本可以來擁有這些所謂的電信傳媒 那你就不要想像它不會進行壟斷 所以接著你可以看到 國內在2007年的時候 他甚至不斷的降低固網職業的進行的門檻 這邊講中和執照的資本額在2007年的時候 從160億元將降至120億元 在2009年的時候 美國不滿意於我們還不夠競爭 不夠讓外資進入的電信環境 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 美國在TIFA協定的草案中 希望放入一個 叫做電信裡外人持有比例的限制下降 所以如果媒體朋友問我們說 我們怎麼知道他現在在談這個東西 他是由我們從歷史看到的 如果今天美國利益沒有改變的話 他就是要這個東西 外人投資我們反對外資嗎 外資就會比本資差嗎 不一定 但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麼要不斷的開放 那不斷各種各樣的資本進入 到底現在電信傳媒的問題 是這樣可以解決的嗎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電信如果依照過去的開放狀況 以至於未來可能要求的東西 未來會不會進行一個壟斷 2012年我們所謂的反媒壟斷的事情 望中要併中佳 所以你真的要看這件事情的話 你說是望中很邪惡嗎 那你為什麼不來談談 在2004年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瓦解我們電信參法 怎麼樣去讓整個電信 電信傳媒進行商業化和市場化 是那樣埋下的因導致了今日的果 而現在呢 要埋下更多的因導致更多的惡果 經濟部的次長羅士昭 他在7月的時候說 他說美豬的問題就是什麼 難吃的問題 他說為了要加入提法 難吃也要吃 美國其實要的利益是什麼 就是台灣這塊豬肉市場 去年美國的豬肉每公斤 大概就比台灣豬肉便宜10塊 那未來如果開放瘦肉精的美豬進來 勢必是更便宜的美國豬肉進來 那一定會非常非常強烈的去衝擊台灣豬肉市場 我們應該要求政府要來詳細的制定這個瘦肉精的規範 然後並且去做嚴格的積查 去調查不管國內外的豬肉 都要去積查有沒有瘦肉精的這個問題 但是一旦美豬開放瘦肉精進口 那等於是說 國內就不能夠設立這個 規範瘦肉精的這食品安全法規 所以等於這是全面棄守國人的健康 這是第二件政府沒講的事情 那我們大概每天平均大概有四分之一以上的這個 蛋白質的來源 或者說包括熱量也很高 的來源是來自於豬肉 四分之一的這個肉品 裡面就有一半是豬肉 所以一旦這個市場被美國拿走 那對於台灣的糧食自給率的影響非常的大 2012年的時候 不顧社會者以後強行開放瘦精美牛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市場 只是我們每天吃的肉的奇葩 現在美國要的是 我們每天吃的肉50%的市場 過去滿幹 過去滿幹 今日在幹 到底經濟不會不會出賣這些人民的權益 好 請這個 我們來這個組長回答 我是黃組長 那因為現在提卡 我一直跟你說的 提卡在進行當中 所以你們意見我們會帶回去 什麼帶回去 跟美國談嗎 對 帶回去 帶回去 直接談嗎 今天要談什麼 為什麼事先不公開 你們意見網都聽到了 為什麼事先不公開 今天談什麼 現在都已經開了 那議程是什麼 議程 今天到底討論 如果我們一般人都不知道議程是什麼 那怎麼去站在我們的權益上面 去來為我們考量 我想我們談判的官員 一定是站在人民的利益來考量 什麼樣人民的利益 請問 我們剛剛已經說已經講了 過去過去這些官員 出賣掉我們的利益有這麼的多 那今天 今天到底談的是什麼 那在這些議題上面 經濟部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問的是這件事情 我只能把你們的意見帶回去 真的 今天談什麼可以講嗎 我想現在的議程正在進行 那我也沒有在議程 今天議程是什麼就好 沒有在議程討論 因為現在議程是 所以連理都不知道 所以連理都不知道 其實連理也不知道說 到底理別議程是什麼 我只會把你們的意見帶回去 所以這樣怎麼去站在人民的利益上面 進行考量呢 我想站在人民的立場 是所有的政府官員的基本的立場 那我們把這一份 這一份 這一份是我們新聞稿 當我們曾經出用 然後我們希望 我們台灣台灣代表 就看到這東西 也希望美國 甚至希望美國翻成英文 要看一下 我們到底台灣人的緊張和訴求是什麼 好不好 承諾嗎 承諾貿易台灣到底看得到嗎 我們會把你們的意見帶回去 帶回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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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到會議上嗎 好 好 好 我們 他們還是沒有看到的話 不用擔心 我們還會再來 好 最後再來一次今天的口號 不顧人民權益 不該直接談判 不該直接談判 不顧人民權益 不該直接談判 好 今天記得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